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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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城客场挑战狼队 希望一股做气取的赢超三连胜 但是却遇到了升班马的强力主机 上半场 狼队一度打出精彩配合 也攻破了曼城的球门 可惜越位在先 让我们看一下这里越位进球 虽然是越位 但是狼队却打穿了曼城的防线 那是比赛进行到第十八分钟 狼队抓住控爬一在后场内球托塔 抢断成功 不停地将球分给左路空道插上的多尔蒂 后手传球越过曼城 两名后卫 西门尼斯小禁区高远端破门 但是稍微遗憾的是 西门尼斯越位在先 但曼镜头显示 也只是越了半个身位而已 不得不说 曼城虽然贵为英超冠军 但是本场狼队打得并不保守 即便在空球上占据绝对劣势 但是反击却有声有色 三招两地 就给予了曼城 不小的威胁 本场比赛的第一脚射门 也是来自于狼队 但曼城队毕竟是未免冠军 狼队越位破门五分钟的时间内 曼城就有两侧射门击中门框 第二十分钟他归罗的射门打中右侧立住 之后狼队门神帕特里希奥还扑出 拉斯特林的一脚急剧威胁的远射 第二十三分钟 斯特林在大禁区前抢 在库蒂尼奥身前踢出了一记十分脚的远射 但是被帕特里希奥飞身单手化解 上个赛季 狼队在连赛背上 就没让曼城站得任何便宜 是仅有的两只没能让曼城进球的球队之一 可见这一次 曼城要想过关 并不容易 笑齐 臂口 臓 Avo